熱名電阻溫度感測模組 感應器裡面 會有一個 盒子 長的這個樣子 有一個感應器 長的這樣 上面寫了一個HR RH 這個感應器是 對溫度有感應的 一個感應器 既然對溫度有感應 所以你知道 他數值絕對怎麼樣 只有0跟1嗎 因為我們環境溫度有很多 所以我們知道 他這個感應器應該是一個什麼 類比感應器 類比感應器 那我們接法一樣 黑色線只要對準的G 其他的依序接上去 在我們的 Arduino的板子上面 相同的 我們要用到的哪一個是 從 A0 到A5 可以用 看你想使用哪一個模組 哪一個 Pin角 哪一個角位 A0到A5 那我們現在 這次改用一個 A1來使用好了 我們借A1 借A1 借A1 A1的 角位來做 借A法一樣 黑色的去對準D級 那回到我們的 Squatch的程式裡面 我們應該怎麼去做 好 我一樣找個重物把它壓著 方便我們去看 好 那假設我們要用A1 所以我們這個 要把類比角位 A1拿出來用 那請 電腦 告訴我們 說出 A什麼 A1的值 A1的值 好我們來自行看看 他現在告訴你大概504 不動 那為什麼因為我的手 或者是你沒有其他物體碰到他 那麼環境的溫度值 大概是503504 那基本上他是並沒有幫你換算成 所謂的 攝氏華氏的度C 他是一個電阻 熱的時候 他的電阻值可能大或者是小 他會有一個改變值 所以你由這個值可以知道溫度的高跟低 那如果你要知道正確的溫度 你就要去找出 這一個電阻的 對溫度的 他的 對應值是多少 這需要去 花時間找出來 或者是你實際去測出來 好首先我們那我們來試試看 把我把 我的手有一點點溫度 會比環境溫度再高一點點 所以當我們把手指放上來 你會看到這數值往上跑 假設我們現在手指的溫度是 31、32度好了 假設 因為我們一般我們的體溫是36.5度 但是手的溫度會再降低一點 那你會看到我們的數值怎麼樣 57級 57級 那這個數值你就可以拿出來用 是不是有大概這個溫度的 物體靠近我們的感應器呢 你可以經由這樣得到這個數值 然後你可以來設計不同的 應用層面 這是溫度的感測器 你可以用 現在我們的 感應器模組 你程式已經可以取得一個 溫度的值了 就可以利用這個值來做各種設計 第一次 我會看到